欢迎来到小九聊剧,今天小九带来《异夏之锦翼》第六十三章 重剑 路易来不及思量此番灭口究竟是王远山个人所为,亦或是严是番指使,他只知此番王远山露面,便是怀着要将他与夏书瑶置于死地之心。 红玉剑带杀气,向路易攻来,路易瞥了一眼夏书瑶,迎视接住红玉的剑气。 红玉剑法出神入化,一时间路易竟讨不到任何便宜,二人纠缠着不分上下,王远山冷笑一声,挥了挥手,其他人便蜂拥而上。 夏书瑶伸手虽不及路易,却也到底是诗成阳成万,认真学过的。 路易一边与红玉交手,一边担忧着夏书瑶,不由得有些分了神。 红玉剑时机已至,提着剑向路易刺来。 夏书瑶一回头,剑路易吃了亏,落于下风。 夏书瑶奋力隔开白脸较重,与路易一同应对红玉。 红玉剑风偏转,向夏书瑶袭来。 夏书瑶避之不及,被他一剑刺中肩膀。 夏书瑶应声而倒,手中的剑随之落地。 红玉趁势提剑而来,夏书瑶惊恐地望着红玉。 他早已不似早晨出剑时那副正气凛然的模样。 凡是一副狠立之色,是要将夏书瑶置于死地不可。 路易挥剑将红玉隔开,将夏书瑶扶起身来。 夏儿,路易满目担忧地望着夏书瑶。 若非他急功近利地想要寻得白莲教的破绽,他便不知落此危险之中。 夏书瑶一手捂着伤口,血顺时将他的衣衫进红了,肩膀传来得剧烈疼痛并他眉头紧锁着。 却依旧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与路易摇了摇头。 红玉并未收起攻势,继续向路易攻来。 路易一手扶着夏书瑶,一手一剑抵挡着红玉的攻势。 挟持我,快! 红玉与路易擦身而过时,在他身边悄悄地说道。 路易迅速反应过来,将手中的剑用力致出。 红玉小腿吃这一剑,顺时便跪了下来。 路易趁时追了过去,从身后掐着他纤细的颈部。 我看,是我送你上路了吧。 路易冷笑一声,却是故意将声音提高了些。 说与那往远山听的。 带走我。 红玉巧声与路易说着。 路易望了一眼身旁的夏书瑶,一手提起红玉。 王远山见红玉吃了亏,心下一惊,不由地往前凑了凑。 却又不敢太靠近,怕路易当真伤了红玉。 他虽对人冷漠无情,却极满意红玉。 从他第一次遇见他,便极力保他,做了白莲教圣姑。 王远山素来疑心深重,尤其重视圣姑人选,却独对红玉网开一面。 甚至不惜为红玉与颜世帆暗中较量,偏不与颜世帆投诚。 不要伤他。 王远山忙得与路易说着。 夏书瑶见状,倒破有几分意外。 未料得这王远山竟如此在意,这红玉的安危。 夏书瑶与路易相试一笑,将手冲直抵红玉太阳穴。 你们放了他,我放了你们。 王远山健壮,立即命白莲教众将手中兵器如树扔掉。 不如就依着你的意思,我们和圣姑同归于见好了。 夏书瑶有心试探王远山与红玉的情谊。 不,不,不要,不要伤害他。 王远山惊得竟有些结巴起来。 他望着面色苍白的红玉,心下不由得有些懊恼。 早知那路易非常人,便不该让红玉去冒险。 夏书瑶呼得眼前一黑,脚下一个猎切,身子软软地靠路易身上。 路易猛然意识到,红玉见上脆了毒。 路易下意识地扶着夏书瑶。 掐着红玉的手,不觉得加了些力道,红玉不由地呛咳了几声。 王远山正欲与路易说些什么,却经文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 他回过身去才发现,是锦衣卫。 王远山不由地暗笑一声。 路易形势果真思虑缜密。 路易冷冷地望着眼前的王远山。 锦衣卫各个身手不凡,今日要在此隐命的,怕不是他与夏书瑶二人吧。 属下来迟,请大人恕罪。 沈浩然与路易恭敬的失礼。 不知是京剧或是天气炎热之故,他脑门上而满秘密的汗珠。 路易略有不满地瞥了一眼沈浩然,大同府锦衣卫千户。 办事竟如此脱缓。 若非路饼亲自点了名的,他便当他与白莲教同属一伙了,全部拿下。 路易望着眼前的王远山,不由地冷笑一声。 在京城时,他便想积拿着王远山,怎奈他身后有严氏藩。 今日远在大同,便在无人阻拦,回京后找个借口。 与严氏藩周旋一番罢了。 沈浩然闻声,指一个手势。 数十名锦衣卫便立即拨刀而向。 一哥哥。 夏书瑶滴滴地唤了一声,便沉沉地昏睡过去。 夏儿,夏儿。 路易经的急忙捞住夏书瑶。 快带我走。 红玉健壮,巧声催促着路易,若在晚些时候。 只怕夏书瑶便当真要无力回天了。 路易稍作犹豫,便立即带着夏书瑶与红玉上了马车。 王远山玉就红玉,却被沈浩然纠缠着脱不开身, 只得眼睁睁地见路易将红玉带走。 红玉一上马车,便立刻从怀中取了一个小药瓶。 将药丸递至夏书瑶嘴边。 路易健壮,一把将红玉推开。 她带她离开,仅为她口中白脸叫之事。 她前后反复,诱伤了夏书瑶,此刻怎知她居心为何? 你相信我。 她这毒不尽速服用解药的话, 不过两个时辰便蔓延周身血脉。 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了。 红玉摘下面纱,眉头微醋地望着路易。 路易望了一眼怀中的夏书瑶,她双目紧闭,嘴唇发紫,面色苍白。 叹之气息极微弱。 路易抬头望着红玉,心下略有些犹豫。 红玉自事知晓,路易不肯轻易便信了她,她利落地拨剑。 在自己手臂处划出一道口子,又将那丸药丸塞进嘴里吃下。 大人,这下可以相信我了吧? 红玉忍着痛,将药递给路易。 由于两处伤势,又中毒在身,红玉终支撑不住。 身子歪,便靠着马车昏了过去。 路易见状,立即将药丸送入夏书瑶口中扶下。 又用帕子将伤口帮她简单包扎好,才放心一些。 夏儿,夏儿。 路易柔声唤着夏书瑶,未知这解药是否有效。 快点! 路易见夏书瑶未做任何反应,忙又转身与那驾车的锦衣卫喝倒。 无论如何,须得尽速回程,寻大夫医治。